再次這是看你老師這位是 馮小王的Howard 再一次非常感謝Howard來到我家 再次為你們帶來另外一個很屌的鞋屏影片 那這一次看鞋盒也知道 我們要鞋屏哪一雙鞋 不是你們的Nike 或者是跳跳人 這一次是REBUCK 像之前老師在所有的鞋屏影片有說過 這一次REBUCK在今年跟去年 有發行非常多很屌的OG鞋款 以前鞋的復刻 所以對我們這種老屁股都非常開心 那今天要鞋屏哪一雙鞋呢 來我們先讓Howard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到底要介紹什麼屌鞋呢 讓我們從鞋盒開始 首先我來先來一個小小的抱怨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抱怨 就是我非常不喜歡REBUCK的這種鞋盒 因為感覺很便宜 然後摳到就會變白白了 對啊 但是這雙鞋子超屌的 讓我已經不在乎這個鞋盒了 來給你們看標籤 它叫做 Shack Noises OG 9.5很屌的配色 來 OG是什麼 考一下大家 是ORIGINAL呢 還是ORANGE 然後是男鞋 建議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建議售價是114.99美金 也就是115塊 來 那我們來打開這雙屌鞋 打開屌鞋 你可以看到它的襯子 也是一般的那種REBUCK的 普通襯子 但是鞋子一點都不普通啦 WOW 是不是很屌啊 這張有點像光圈環的屌鞋 是什麼呢 換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先從側邊開始 這邊開始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光環圈 是有一個 兩個 還有三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REBUCK LOGO 來到了中底 中底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那種黑加白 黑加白的配色 加上這邊有一個外露式的風潮氣墊 來到了背面 背面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個 ONIR灌籃的LOGO 有沒有啊 很厲害對不對 這邊也是有一種那種倒三角的黑色形狀 來到了另外一個側面 另外一個側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個 穿鞋帶的那個線圈 也是有那種光環的那種 圓形的感覺 這邊也是與黑加白的光環 然後一樣有一個REBUCK LOGO 最後我們來到前面 前面是我覺得最帥的地方 為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過去有點像那種 跑車流線型的感覺 鞋舌則是有一個REBUCK LOGO 這邊鞋舌中間這個線圈 有一點一點一點的感覺 最後這個 ONIR的灌籃姿勢 加上這些透氣材質 來到內靴 內靴 我覺得這雙鞋非常舒服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沒有看到這個超厚的 超厚的這個地方 固定腳環 固定腳環的地方超厚的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標籤 是越南製的九號半 好 給大家看一下鞋底 鞋底你從上面開始看下來 這邊有一個REBUCK LOGO 然後風潮式氣墊 也是黑加白的組合 然後這邊有一雙ONIR的灌籃姿勢 然後這邊有一個黑色 黑色 風潮式電白色 那來到了講故事的時間 講故事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最厲害的看理老師 他稱自己為老師 就讓我今天來考考看他有沒有當老師的資格 哈哈 好啦這個Hawyer提問我之前呢 我必須要說 他現在把鞋子排成這樣是不是很迷幻 我希望你們看鞋名之語呢 不是在Lagate或者是開飯 要不然這個真的是太酷了 為了要測試老師的真本事 讓我來考考老師 ONIR申平做了什麼事啊 他的事蹟啊 他到底有多偉大 讓這雙復刻大家都要搶光光 來 首先第一個問題 老師 請問俠客ONIR他是幾年得到最佳新秀獎 1993年 Rookie of the Year 在當年呢 他人在這個奧蘭多魔術隊 他是92年的時候被簽進去的 沒錯 然後那是1992年到1993年的賽季 所以1993年結束他拿到了最佳新秀獎 很厲害 穿的就是這雙鞋子 沒錯 所以這雙鞋子呢在當時呢也因為被尾尼爾的這個 輝煌成就呢 打到非常大的這種宣傳效力 經典的程度就像Michael Jordan的一代 對 因為就是第一雙 真的 這雙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你Shack Attack可以拿到 而這雙你沒有拿到 就是沒有拿到 沒有就是沒有 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 老師你剛剛知道他第一隊是在魔術隊 那你知道他總共待過幾個隊嗎 他 來我們直接來算一下 所以奧蘭多魔術隊是他第一隊 然後呢再來他就去了 他加入了胡人隊 胡人隊完了以後呢 他就去這個 樂火隊 然後在樂火隊他有拿到一個冠軍 胡人隊的時候他拿到三個冠軍 那時候等一下他在樂火的時候 叫Wade當時也在納蘭 對啊 Shout out to my man Wade 對 Wade呢他其中一個ring 就是在 Shaq O'Neal 在樂火隊的時候拿到的 在樂火隊結束以後 他有去這個 鳳凰城太陽隊 完了以後他去了騎士 他在騎士隊的當時呢 Lebron James也在騎士隊 對 然後不過他在騎士隊只有打一年 嗯 結束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點走下波 對 年紀也到了對不對 然後騎士隊的合約結束以後 他就 最後一個球隊在這個 Boston Celtics 就是賽爾迪哥隊 那時候經典的這些球員 像這個 Paul Pearce還有 Campion 都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恐怖 那老師 你知道他帶過什麼隊 有什麼了不起的 有球衣就知道了 是是是 那讓我考考你 他在NBA有拿過什麼獎項 他在NBA有拿過四次 的Championship 也就是總冠軍 赤子 剛剛可以拿來打人 也就是像我們剛剛說 他在胡人拿到三次 熱火拿到一次 然後呢 他也有參加過15次的NBA All-Star Game 你看一個球員喔 一個籃球員可以參加過15次的NBA全明星賽 那可以代表說他當時是多麼的受歡迎 我記得他也有拿過三次的NVP Finals的NVP 總冠軍的NVP喔 像剛剛我說的 他打了15次的全明星賽呢 他也在這15次的全明星賽裡面 拿了三次的NVP MOST VALUABLE PLAYER 所以你看那時候多麼的 popular 那老師 你知道他在NBA做過什麼是有什麼厲害的 我幹 其實那要什麼勒 那請問你 他在NBA場上那麼活躍之外 他在NBA場下要什麼貢獻 我跟你講 Shaq O'Neill講到90年代 也就是我這個老屁股齁 來自的這個年代齁 我當然是很了解他 因為我跟我哥那 Big Shout to my 二哥齁 他跟我都是Shaq O'Neill迷齁 他除了以前是NBA球員以外 他還是一個老舌歌手 沒錯 然後蛇歌手 齁 之前呢他的第一張專輯呢 也就是他被魔術隊當時牽進去的時候 92年到93 他發了一張叫做這個Shaq Diesel 其中呢有兩首歌我那時候常聽齁 第一首像是 I Got Skills 然後還有像那個 What's Up Dog 就是從Shaq Diesel那一張專輯出來 然後我也記得當時呢 Shaq O'Neill有去過台灣 很早期的時候 他好像有帶兩個老舌歌手去 然後那時候他有打一個類似那種友誼賽 然後他在現場他也有rap一次 然後那時候我看現場的人齁 並不知道怎麼跳舞齁 當時hip hop還沒有很 這麼大規模的侵略 除了他是個老舌歌手以外呢 他也是一個非常爛的好演員 哈哈哈哈 你有看過他的演他的電影嗎 沒有但是我知道他會在 Grown Up 2裡面演一個警察齁 對對對 Grown 2 所以到時候你們齁 可以去看他的那個爛演技 就是他拿槍指著的 然後叫人家跳舞那個 What's up with the school bus K I stolen What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wave him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ay ho Oh Oh Say ho Oh Oh 對 Shack O'Neill當年在1997年 他有拍一部很經典的電影 他是主角 他是主要的主角 然後那一部片叫做Steel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麼 可是他有點像鋼鐵人的概念 你知道嗎 他把自己拿一些鐵拼裝在身體上 然後人家對他開槍 就刀槍不錄這樣子 那他我記得當時他在那一部片的時候 他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很屌的摩托 也是他自己拼裝 說真的還蠻砲 因為他人那麼大隻 然後騎一台那麼小的摩托 很奇怪 你知道嗎 Move out the way fool It's our hood Now put the gun down And there won't be any trouble Oh man please I'm about to smoke you like a blunt Oh do I wanna look One of us has to One of us has to Ahhh 那時候那部片有多屌呢 就是金酸美獎啦 對 他直接呢 錄回金酸美獎 那我們也知道 Shack O'Neill 他在美國有拍非常多的這種 comedy 嗯 也就是這種喜劇秀 Oh S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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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和Howard一起鞋瓶這一雙 Man of Steel 對不對 還有這個Shack The Big Shack Big Daddy 這雙鞋 現在我們就來看石穿 好啦 現在來看這雙鞋的石穿 你知道老師等這雙鞋等多久了 以前沒有錢 沒有辦法Cop這雙鞋 今天被我這樣子買到真的是很幸運很開心 這是側面 有點像這個Howard說的這種圓環形的紋路 那其實我覺得第一次看到呢 以前第一次看到有點像斑馬的紋路 再來是正面 真的很屌欸 不覺得嗎 要不然買 幹嘛 我幹嘛買 另外一邊的側面 後面 鞋底 是覺得這種黑白鞋都真的是很OG 很gain 就怕了你知道嗎 所以呢 這一雙一定要買 OK 好啦 好啦 那一樣 如果我們有哪裡呢 補充比較不足的呢 請在我們的評論下面 給我們做留言 那 Make sure you still check out my homeboys Howard的風邪網 對 風邪網 然後 Tell them See you next time 這是看你老師 Peace